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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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问题三 日华牧师认为我们会在灾中被提吗? 答案是 按目前的情况 我们应该是灾中被提 现时 我们已经十分确定小孩子的身份和特质 也理解诗篇第二篇的内容 从种种的迹象看来 我们应该属于灾中被提 而不是灾前被提 并且第一批被提完成之后 才开始计算1260日 到那时才是七年大灾难的中间 因此 第一个被提的人 即是小孩子的头 可能会在七年大灾难 上遇四年的时候被提 其他人 即是在随后的半年陆续被提 问题四 过往主日讯息提到 美国预备基督徒为大规模被提 但是圣经知道 得救只是余数 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答案是 会有一大批基督徒被提 但是拥有復活身体 并且在地上显然的基督徒 只是占小部分 就是这批的余数 如同主耶稣基督被提的时候 很多已死的基督徒充分没出来被提 那些基督徒 就是主耶稣带着的初熟果子 在神面前摇一摇 这个就是大祭司所做的工作 虽然 当时不单只是主耶稣被提 但是只有他 才能够在地上显然四十周夜 同样 美国未来可能随时有超过一亿人被提 但是真正能够在地上显然的 只是少得可念的余数 而且 从神话和各方面的对比 这批余数出现的地点 应该就是香港 所以 Freemason用了多年的时间 去预备和筹划香港 问题五 全世界很多基督徒 亦都是有名无实 他们被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答案是 我们是作为君王 将视察清 所以我们的位分与他们不同 身父只得一个 但是同女却可以上百个 有些人 例如先知Bob Jones 一生都没有机会接触我们的信息 这也是神预定的 并不是他们的问题 因此他们仍然可以被提 事实上 荷里活电影的道德价值 只是代表着5%的美国人 美国有很多基督徒 亦都是每日祷告 虔诚地度过一生 他们所知的很少 但是仍然为教会付出 多数选择堕落的 反而是教会的牧师 因此 神不预期他们会知道真知识 只要他们一生万物坚弘 做好信仰基础 就符合被提资格 而且 神刻意不让他们知道 只是让我们教会明白 为了突显我们的出女拔岁 成为历史的主角 既然神比他们是少的 所以对他们的期望 亦都会相对地低 因为他们并非身父 而是同女 此外 我们被提之后 婚言就会立即开始 参与婚言的 全部都是能够被提的人 有身父 亦都有同女 当我们拥有福活身体之后 会出去邀请其他奔客 参与这个婚礼 所以 除了身父和同女之外 一定还有奔客 而其他人则是会被丢在外面 爱哭切齿 他们就是有资格出席婚言 却是不参与的人 就要留在地上渡过七年大灾难的最后三年半 问题六 Freemason 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抢夺时间的能力呢? 答案是 就是凭着神话 因为神话的内容就是预言 按着神话的记载 宙斯是胜利的一方 他抢夺了时间的能力 并且将天上的天庭改变 于是才出现奥林匹克 因此他们以为自己照着神话的方式就会得胜 但是他们不知道 神话的结局是被人转改了 问题七 是否Freemason在香港背后策动占中行动 有意令到香港败坏 最终被他们掌权 从而得着时间的能力呢? 答案是 他们不是要在香港掌权 而是要令到香港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至于他们抢夺香港 即是以鲜美的方式去对付我们 他们相信能够成功抢夺这个能力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未曾失败过 过去 Freemason借贷给教会将荣誉给予教会 教会就将一切好处双手奉上 但是按着圣经记载 最后的教会 却不会落入这个圈套当中 问题八 这些神话是神安放在天上 这样是Freemason解释错误 还是神有意的切局呢? 答案是 神是有意去切这个局 就如神对待巴南一样 神是有意切一个局让他跌入去 天上的星星是神所安放的 而星空布局的解释方法 是神告诉亚当和以乐听的 其后有一部分被扭曲了 才会出现这个误会 神也有意让他们继续误会下去 成为奸国 问题九 天马座差不多覆盖整个东南亚 我们的复兴 会不会就如Sindy Jacobs所预言 会建立过千间教会 并且是由香港 扩展到东南亚的一带呢? 答案是 会的 若然我们在很短时间之内被提的话 这些国家 就可能成为我们主力会去的地方 问题十 香港坐落于天马座的地带 代表启示录的灰马 是否代表香港或东南亚 正是这些灾难开始的核心地带呢? 答案是 是的 最先的三匹马 是由Freemason完成 由他们审判世界 但是第四匹马 飞马座是一个转列点 拳柄会转移给我们去完成 总结年部分 日华牧师分享 我们正是打开启示录当中的第四印 所以 全世界很多的事情 都是急剧地发展 现时 人们将资产全部变成流动资金 敲手大量纸银和纸金 最终会导致衍生工具爆破 目的就是要令金银价格处于低位 其实 2012年 JP Morgan 总共只有500万盎司以下的实银 但是短短两三年之间 已经激增至5500万盎司以上 并且 踏入4月 他们在一天之内 已经扣入100万盎司的银 换言之 过去三年间 他们的白银储备量 是以几何级数上升 此外 Webbot也预测 在5月、6月之后 甚至在9月之后 经济会出现的问题 原因 Freemason正在复制着头三只马 尝试扮演第四只马 看望得到穿梭时空的能力 Freemason强调数字八 因为 主耶稣就是第一位时间穿梭的人 他名字的代表数字 就是888 并且 主耶稣教阿伯拉罕献制 将制密斯开分为两边 在中间行出白这个数字 就是代表着无限的意思 Freemason早已知道 为处于飞马座的香港 会有一批人的信仰被集体培育 达到被提的资格 因此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是拥有极重无比的荣耀 今个星期 一华牧师继续分享 《天马座行动》第十篇信息 《天马座行动》第十篇信息 《天马座行动》第十篇信息